我第四件后悔的事情呢是关于颜值 我那个时候 因为大一大二都关注学位比较多 所以我是从大三开始才关注自己的 穿衣打扮化妆这样等等一些东西 之前都活得很糟 又导致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其实也很难去谈恋爱 就这样的事情 你们懂的 因为颜值在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后来的话 我又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当我大四有时间的时候 我过度的去在意了我的颜值 就耽误我去做其他的事情 就包括那个时间我特别坏的习惯就是 随时随地会身上别一个小镜子 就是类似我现在的这种 吃饭的时候也照一照 看书的时候也照一照 甚至去实习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拿出来照一照 刷淘宝时间非常的长 经常看一些女爱豆的穿衣搭配 这个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爱美这个事情 一定是要适度的 不然它一定会在你上大学的时候 影响到你 因为毕竟你出来毕业 你应聘的职业不是一个美妆博主 或者是一个时尚圈类的人的话 这些东西对你的附加值 它毕竟是有限的 你要真正去关注的是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打造 说到核心竞争力 第五个遗憾就是我上大学期间 没有打造出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所有核心竞争力就是 你自己优于绝大部分人的 那么一个点 其实足够了 因为这个点未来就是会可能是你 立足的根本 因为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在所有方面 优于所有的人 但是你至少需要在一到两个方面 优于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 而这一项就是你吃饭的本事 那想知道怎么样在大学期间 打造自己一个核心竞争力呢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我最近也是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本期视频收藏点赞加关注 我下一期视频把几个诀窍告诉你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